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当时天津市唯一的民办大学 大学规划占地面积达3.2平方公里 整体规划建筑面积210万平方米 可容纳学生42600人 学校设有食品工程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商学院 经济金融学院 医学院 外国语学院和艺术与设计学院 涉及工 管 文 经 医 一等六大学科门类 盘盖30余个本科专业 迎宾中心 是校园逐入口标志性建筑 运用抽象的设计手法 创造出高科技的建筑形态 为来宾提供一个展示 休闲等后围一体的多功能空间 校园规划借鉴世界知名大学经验 整体设计大气磅礴 建筑风格独具匠心 园林景色和谐自然 各学院教学楼布局合理 设计巧妙 不仅根据不同学科特点 匹配相应外观设计 色彩搭配和内部装修 而且还体现了模块化空间规划的合理性 可随意变更模块组合方式 以适应不同专业教学与科研活动的特别需求 从外观到内部都充分体现了文化追求的亮点 和使用功能的完美 商学院门厅现代富有朝气 洽谈空间 内部阅读休闲空间 形成了轻松愉悦的氛围 酒店试讯区 干净简洁 由前台 咖啡厅 中西餐厅和客房组成 营造了酒店 管理专业现场实践教学的场景 经济金融学院大厅空间设计 充分展现商界精英的氛围 艺术A楼主要功能为美术馆 经济飞移博物馆 国际艺术收藏馆 大师工作室和产业工作室 同时提供接待 会议 报告 和咖啡休闲等功能 总体风格 开放大气 艺术B楼入口大厅 在垂直及水平轴线上 建立起丰富的视觉和空间连接 形成视觉与空间的平衡 艺术名人堂 气势辉红 学生作品展厅 主要用于课程及毕业作品展示 使用于骷髅 校园核心区地处大学中心 占地广阔 风暖碟水 是天师学院的中心板块 博物馆位于核心区底层 融人文理念与自然科学与一体 沉淀人类文化 汇集科技成果 图书馆坐落于校园中枢地带 纯立方体的设计 透露出雄厚稳重的内在品质 图书馆内部巧妙运用 科学院主色彩做标志 并按不同学科对阅读交流的需求 进行个性化设计 以满足不同读者学习与研究的审美需要 图书馆内部巧妙运用 周边建筑为大型会议 学术交流 学生活动和行政管理 提供系统完善的现代化建筑与设施 学生活动中心以自然 人文 未来科技和学院精神 形成交流思想 激发创意的文化氛围 管理中心稳重 鞭雅 精致的细节处理 营造了气势灰红 高雅独特的内部环境 国际会议中心 汇聚智慧 沟通思想 内部色彩搭配以米黄色目视和水泥灰色系的灵动线条 彰显高雅而沉稳的风格 学术交流中心对内部空间进行了功能性划分 将室外的阳光与景观点入室内 烘托温馨自然的交流环境 大学体育场 凤潮 灵动而有气势 充满朝气 又不失饱满 建筑形体兼顾开放性与包容性 可满足多种体育比赛和大型活动 康体中心活力四射 在生态白色目的基调下 不同功能区被赋予不同色彩 大大增加了可辨识性 以中平为中心 将不断变化的空间穿成一个个动感十足的音符 游泳馆 篮球馆 基建馆 壁球馆等运动场所 正期待着学子们在这里挥洒自己的汗水 濒临校园的龙凤河 是校园水系的充足源泉 四通八达 变文相连 各种园林景观小品依附着水系巧妙布局 于林寺至笔间长阳 可沿河满布 可乘船闪游 与水对话 景观心灵 为校园增添生生不息的活力 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精神 共融于园内各式桥梁建筑与雕塑景观 校园因之而求力多姿 缠绵温厚 同时充满时代的动视 唤起青年学子对传统文化的敬仰 对现代文明的追求 学校主体建筑与周围附属设施 园林景观自然融合 为广大师生的教学与科研 营造了舒适温馨的软硬件环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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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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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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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公寓着重体现共享、活力与品质的体验内涵 户型充分考量、居住及社交需求 追求宜居、宜人、宜心 研究生公寓兼顾艺术性、便利性与趣味性 容生活、学习等多重功能 及社交与相对私密与一体 校园周边齐全的配套设施与发达的交通网络 将校园与城市完美融合 经过二十年的学科建设 天津天师学院基本建成了 适应国家和天津市经济发展需要的应用型学科群 其中有三个专业 在2019年基深天津市一流学科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食品工程学院的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和商学院的市场营销专业 成为天师学院 从教学改革、学科建设 导书送社会所需优秀人才的龙头专业 为继续推动大学的内涵建设 李金元先生又出资成立 天师学院工艺教育基金 专项用于教师的科研奖励和学生奖助学金 以推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深入开展 同时大学努力联系支持教育的国内外机构 争取更多支持用于学校的专项建设 以保证教育设施的健全与领先 面朝中国、独中国 站在全球、看全球 李金元先生二十年如一日 不忘初心 以多年积累的能量与经验来发展教育 培育青年、报效祖国 这是企业家的胸襟与理想 共享、共担、共赢 天津天师学院 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 与文明共存 与环境友好 与进步携手 以本科教育为主 积极推进研究生教育 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 我们还计划筹建航空学院 家政学院、物联网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 和环境与健康学院 在商学院特别增设跨境电商专业 打造网红经济的创业基地 集聚教育资源 吸引大师级的国内外专家级人才 扩大服务领域 提升学校愿景 为国家培养各领域领军型、创业型和应用型人才 力争尽快 将我校建成一所有内涵的应用大学 一所创品牌的民办大学 一所共命运的国际大学 现代著名教育家陶行之说 教育为功已达天下为功 我们尊大道而前行 致力在实现中国梦 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愿中 让天师学院飞得更高 飞得更远